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前國會警察局長史蒂文·桑德 在回憶意料事件時 明顯感到失望 他說 人們似乎並不真的想弄清真相 真的沒有 而且情況越來越糟 卡爾森接過話說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圈套 8月10日星期四 前福克斯新聞主播塔克·卡爾森 在推特《現在的X》上發布了對史蒂文·桑德的專訪 讓兩年多前1月6號國會大廈事件的真相部分浮出了水面 卡爾森說 桑德對所發生的事情知道的比美國其他任何人多多 而且國會調查人員對與他交談並不感興趣 媒體也沒有興趣和他說話 但我們不是 這是卡爾森第二次採訪桑德 這個時間很特別 因為就在一個星期前 司法部就意料事件對川普提起了四項指控 包括共謀欺騙美國 共謀妨礙官方程序 妨礙和企圖妨礙官方公務程序 以及共謀侵犯權利等 今年4月 卡爾森已經採訪過一次桑德 原定計劃在4月24日的塔克·卡爾森今夜秀節目中播出 然而 當天早上 卡爾森被突然解雇 節目也被停播 5月5日 桑德在一條推文中暫時了這一點 他說 在被解雇的那天 塔克·卡爾森計劃播出我們一小時採訪的部分內容 並展示我的書 這是一次讓他興奮不已的採訪 他說 這讓他胳膊上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但福克斯電視台同時取消了塔克和採訪 這是巧合嗎? 今年1月 桑德出版了一本回憶錄 名為《拋火下的勇氣》 詳細記錄了他對1月6日的個人描述 挑戰了企業媒體和醫療委員會的說法 2021年1月 在騷亂發生時 作為國會警察局長的桑德 既沒有得到應有的預警 也沒有得到及時的援助 這讓他相信 掌權的情報官員 事先知道了這次襲擊 但隱瞞了他 與此同時 負責國會大廈安全的前眾議院議長 南希·佩洛西 以及當時參院都數黨領袖米奇·麥康納爾 都將責任歸咎於國會警察 佩洛西甚至呼籲桑德辭職 面對來自國會 工會 還有企業媒體 越來越大的壓力 桑德在1月7日辭職 今年8月10日 卡爾森在自己的工作室 對桑德進行了第二次採訪 並在塔克推特秀第15集節目中播出 節目播出後 已經超過了900萬人次觀看 整個採訪有55分鐘 史蒂文·桑德 詳細回憶了2021年1月6日發生在國會大廈的所見所聞 在與卡爾森的採訪中 桑德對在1月6事件發生前 多個軍事和聯邦機構對他隱瞞情報感到失望 他說 自1月6日以來 我們現在知道 國土安全部 聯邦調查局和軍方 掌握了與這些權威機構的情報 但都沒有與國會警察機構分享 然而 當騷亂發生時 他請求國民警衛隊幫助 但在幾個小時內都沒有得到批准 而蹊蹺的是 當時 多名聯邦特工就在人群中 換句話說 有人對國會警察不放心 並希望意料事件發生 說到這裡 桑德已經不是失望 而是不滿 感到自己被愚弄 他說 你知道 誰給國會山的示威活動發許可證嗎 我 你知道 誰沒被告知嗎 也是我 桑德還告訴卡爾森 他處理過極其類似的事件 但情報機構對意料事件的處理方式不同 沒有情報 沒有聯合情報簡報 沒有協調 沒有事先討論 這似乎就像他們 希望他被淡化一樣 出於某種原因 情報被淡化了 沃爾特·皮亞特是美國陸軍中將 目前擔任陸軍參謀長第57任主任 桑德說 皮亞特中將拒絕了他派遣國民警衛隊的請求 因為中將不喜歡國民警衛隊在國會山的光學 佩洛西也說過類似的話 卡爾森回應道 對我來說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圈套 對不起 確實如此 卡爾森承認 在壓力下 人們會犯錯誤 做出糟糕的決定 但是 桑德描述的是 一個系統性的情報拒絕 然後是支持 防禦 通過一大堆不同的機構 一大堆不同的人 都得出了同樣令人困惑的結論 那就是 我們不會保護國會大廈 由於內容很多 我們將從七個方面 對桑德的採訪做個總結 第一 國土安全部 聯邦調查局 對國會警察隱瞞了情報 桑德提出了與國會大廈混亂有關的聯邦不當行為的爆炸性指控 這引發了更多的問題 而不是答案 即 國會大廈是如何 以及為什麼容易受到攻擊 桑德說 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收集的一連串情報 即 集會可能演變成暴力活動 但國會警察對此一無所知 相反 他被告知 1月6日的集會將與之前的川普集會一樣 川普的支持者和抗議者之間衝突有限 桑德說 國會警察完全沒有收到我們現在知道的 有關襲擊國會大廈 殺害我們的警察 襲擊國會議員和殺害國會議員的情報 他說 我們現在知道 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都沉浸在這些情報中 我們現在也知道 軍方似乎也掌握了一些非常令人擔憂的情報 但是 沒有任何情報與國會警察局長共享 桑德告訴卡爾森 我是美國國會大廈的警察局長 這可能是美國和世界上最著名 也應該是最安全的建築之一 我參加過許多國家的安全活動 但這次處理的方式不同 第二 米利想在1月6號之前關閉華盛頓 軍方非常擔心可能會發生爆炸性騷亂的情報 以至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 考慮先發制人關閉這座城市 桑德說 代理國防部長米勒和米利將軍都討論過封鎖華盛頓特區 因為他們非常擔心1月6號國會大廈發生的暴力事件 根據桑德透露 這兩名五角大樓的領導人 考慮到暴力事件 甚至討論了取消國會許可的問題 然而 1月4號 米勒卻簽署了一份備忘錄 限制國民警衛隊攜帶各種武器 而這些武器將被用於他認為即將到來的示威或暴力活動 桑德說 這根本不起作用 第三 國會領導層拒絕了派遣國民警衛隊的請求 儘管聯邦情報機構警告說 在國會聯席會議期間會發生大規模騷亂 但是 桑德在騷亂發生前幾天 卻兩次被拒絕 預先部署國民警衛隊 2021年1月3號 桑德根據法律要求 向國會領導層尋求批准部署警衛 他說 我被拒絕了兩次 僅僅因為情報不支持我們 我被中院軍事長保羅·歐文和參院軍事長麥克·斯坦格拒絕了 歐文在中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指導下工作 斯坦格向參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人米奇·麥康納報告 桑德說 當天 隨著騷亂升級 他被不祈求國民警衛隊的幫助 當騷亂越來越烈時 他打電話給眾院軍事長歐文 要求附近的警衛部隊增援 保羅·歐文告訴我 我要把這個球傳到鏈上 我會回來找你 桑德說 他的鏈條取決於南希佩洛西 他本不必這麼做 但他不肯給我授權 桑德還說 歐文被允許在緊急情況下 未經佩洛西批准 就授權部署 佩洛西的辦公室曾向紐約郵報證實 佩洛西本人曾被要求派遣國民警衛隊 但都沒有實施 桑德暗示 佩洛西不顧他的請求 沒有派遣國民警衛隊前往國會大廈 他說 斯坦格接著被叫去 讓我們等著聽保羅·歐文的消息 在接下來的71分鐘裡 我打了32個電話 沒有得到國會領導層的幫助 當時 退役空軍女兵阿什麗·巴比特已經被槍殺 桑德開始在電話裡大喊 有人開槍了 美國國會大廈發生了槍擊事件 現在對你來說 夠緊急嗎? 他說 人們似乎並不真的想弄清真相 真的沒有 而且情況越來越糟 從那以後 情況變得更糟 第四 特警局向醫療委員會遞交了一份短信 桑德從國會指揮中心打了幾十個電話 第一個來幫助警察局長的機構是特警局 桑德說 美國特警局是第一批提供援助的人之一 根據法律 在我得到批准之前 我不應該請求他們的幫助 但當我看到了我的人挨打時 我的第一個想法是 去他的 我願意接受任何紀律處分 把你給得到的都寄給我 桑德補充說 這是給特警局的一條短信 去年夏天 當醫療特別委員會傳訊特警局時 特警局回應說 已經刪除了2021年1月5日至6日的短信 只象徵性地遞交了一條短信 就是桑德上面提到的請求支持的短信 第五 新澤西州警察在國民警衛隊之前敢到國會大廈 就在桑德 敢求國會領導人批准國民警衛隊提供援助的同時 新澤西州警察也在前往國會增援的路上 桑德告訴卡爾森 150至180名國民警衛隊士兵在國會大廈視線範圍內 他們被安排上車 繞著國會大廈返回華盛頓特區軍界庫 相反 桑德接待了夜間部隊 他們直到下午6點才到達現場 桑德說 那時候 國會大廈已經被控制住 他說 在我祈求援助的時候 五角大樓派了部隊 到將軍們的家裡保護他們的家 而不是我 當國民警衛隊最終出現時 新澤西州警察已經趕到了他們之前到達了國會大廈 隨後 國民警衛隊隊員在國會大廈前佔定位置 為軍事雜誌拍照 作為一月六號的英雄 第六 桑德沒有被告知 人群中有線人 2021年秋天 紐約時報證實 至少有一名聯邦線人參與了1月6號的國會騷亂 此前 紐約時報將這種說法駁斥為陰謀論 然而 作為國會警察局長 桑德在秘密活動中被蒙在鼓裡 不知道人群中有多少線人 據新聞週刊報導 司法部甚至在國會大廈部署了具有生殺大權的特種突擊隊 桑德表示 就在他請求國民警衛隊幫助的時候 多名聯邦特工應該在人群中 他對此卻一無所知 他說 美國政府問責局 今年2月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 到2021年1月3日 聯邦調查局正在追蹤 計劃參與騷亂的四名國內恐怖分子 三天後 也就是意料事件當天 聯邦調查局追蹤的國內恐怖分子增加到18至19人 桑德說 在計劃中的示威活動中 部署聯邦特工是常規的 標準的警察工作 不會對此感到驚訝 由18或19名國內恐怖分子來參加這次活動 所以 聯邦調查局他們當然會有資源 不會只派一名特工 應該會有多人 桑德說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有多少人 但在情報中不分享這些 這令人擔憂 第七 議員們不想讓桑德作證 2021年2月 在國會大廈事件之後 議員們開始安排就安全問題舉行聽證會 同時對川普發起彈劾 桑德說 我爭取聽證 但他們不想讓我在參議院聽證會上作證 參議院的聽證會最初僅限於現任國會僱員 桑德被排除在陣容之外 歐文和斯騰格最初也被排除在外 在川普與2021年2月被判無罪後 這三名安全官員最終在參議院作證 桑德是唯一一個親自出庭的人 與此同時 作為眾議院議長負責國會安全的佩洛西 則成了被調查的禁區 眾議院議長甚至阻止共和黨人 查閱醫料委員會忽視的相關文件 現在 外界無法得知 作為國會大廈的最高安全領導人 佩洛西在醫料事件前後究竟知道了什麼 又做了什麼 為什麼那麼做 這是遺料事件真正真相的關鍵點 好 謝謝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